历尽千百年由未老,归来人世间正青春。 欢迎收听由中国青年报酷我音乐,南京博物院联合出品的音频节目,国宝的奇妙之旅。 大家好,我是罗云熙,今天我将化身为明红五右里红,碎寒三有文,梅萍。 从明代被能工巧匠制造出来,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南京被文物专家挖掘出来。 他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?下面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述吧。 君子不弃,傲骨灵霜。 初次见面,在下正是明红五右里红,碎寒三有文,梅萍。 在地下度过了五百多年的日日夜夜,本以为会听从自然的召唤回归成土,有一天却被人挖了出来。 刚一重见天日,就被人团团围住。 我用了一些时间来习惯这个时代的说话方式,得知了他们推测出了我的生辰、生平,并给我取名明红五右里红,碎寒三有文梅萍。 明红五是我的生辰时代,右里红是工艺材质,碎寒三有文是主题画面。 我陪葬的墓被当地农民称为娘娘坟,是那个时代地位显赫的皇家公主和驸马安葬的地方。 一同被发掘出来的四十七件同伴,大多是造型普通的生活用品,灌、瓶、湖、盘。 我的出现,着实让发掘人员眼前一亮。 在被研究人员修复整理的时间里,我不禁想起了和自己出生在同一个时代的小伙伴们。 当时,我们被称为梅萍,主要用于成久。 若你听见成久,便以为我带着一身烟火气,那只对了一半。 确实,我的其他同伴常常出现在市井九四间,但在我生活的时代,我们也常被用作陪葬。 我因为口径之小,仅与梅之寿不相称,而得名梅萍。 有了这一层象征含义,文人默克开始追捧我们,用我们来插梅花枝叶,想来是沾了梅花的光。 再往后,人们觉得即使没有梅花,单独摆放,如君子截然独立于卓氏,不可敬谢,又有何不可? 于是,除了酒气、花气,我们也开始被当作摆剑,进出达官贵人府邸。 在明代,我们也被当作皇族的陪葬品,如万历皇帝的墓中,就陪葬了梅萍。 我的墓主人是公主和驸马。 看来,在人类世界,不管什么时代,艺术品总是比单纯的工具要高贵一些,似乎只有你们才会对美有如此高的追求。 甚至有些美,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,更是精神上的满足。 请你再仔细看看我这一身,遍体白柚,灯光下更显细腻滋润,即使几百年不见天日,依然光滑内敛。 瓶盖上的主体花纹,为富丽堂皇的蝉枝牡丹,皇家气质不言而喻。 但我最引以为豪的,还是平身主体会着的,碎寒三友松眉竹纹。 刚刚我说了,人类会用精神创造美,而我这碎寒三友,就跟大文豪苏氏有关。 他才华横溢,感言率真,却屡屡受到排挤,一声奔波。 苏氏44岁那年被贬,微薄的俸禄让他常常入不敷出,为了养家糊口,他不得不在山坡上建屋开荒,捡瓦砾,种树,盖房子,自称东坡。 房屋落成时,世欲大雪,他因此将房内四壁均化上雪,命名为雪塘。 他还在院子里养了花木,自得其乐,有一次,知府徐军牛过来探访苏氏,问他居于山坡雪雾,是否过于清冷。 苏东坡指着窗外摇曳的花木笑道,风全两步月,松竹三亿友。 意思呢就是,清风吹拂,泉水从从,就是优美的音乐,枝叶长青的松柏,虚心静洁的竹子,和傲雪绽放的梅花,便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这正是我一身遂寒三有的由来,松,竹,梅,于寒冬万木凋敝之时,依然傲骨迎风,挺霜而立,不就是历代君子心之所向的写照吗? 制造我的工匠,在百千图文中,选择文人默刻钟情的遂寒三有,其中,遇藏了他多少情思和寄托呀。 黯然,淡简,温儿里,千瑶,一宝,又里红。 说完我跟中国古代君子的精神纽带,再说说我这一生被你们赞不绝口的又里红吧。 我的出生地在祠都景德镇的官窑,我们用料一流,精手的工匠更是万里挑一。 我的兄弟姐妹们,不是被送给皇亲,就是被赐给国戚,有官方保障。 我曾经是景德镇山上的一捧瓷土,有一天被一个工匠装进推车走了好远,下车后加水搅拌,被捏成胎坯,做成了霉瓶的形状。 表面画上图案,涂一层无色透明又,等待烧制。 因为画文样的颜料不同,烧出来文样的颜色也会不同,这正是我们和隔壁青花祠不一样的地方。 这些工序听起来并不难,但其实我们是最让姚公头疼的一类了。 听我讲完,你也一定会被当时能工巧匠千锤百炼的记忆所折服。 烧制温度有严格的限制,过高过低都不行。 我们要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窑中一次烧成,听着是不是一气呵成啊? 唉,真不是,那时候可没有温度计,要拥有一声皇家震宏,可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温度稍微高那么一丢丢,红色就没了,低那么一丢丢呢? 呦,颜色就像我这样,变黑了。 你看,你又面露不屑。 要知道,从柴窑中观察到火猴的一点点微妙变化,其中的艰辛,只有经验最丰富的姚公才能体验到。 我们的烧制成功,一棒着它们千锤百炼的火眼金睛,也一棒着万分之一的运气。 因此,跟我同期的幼丽红产品不多,都说是千瑶一宝。 什么?你觉得我是冒牌货?因为这一身红根本不红,还显黑了? 嗯,我懂了。 你眼中的失望,恍然间也把我带回出身当年,捧着我出炉的工匠也是这样一脸失落,但这也不能怪我呀。 让红色跟我融为一体,机会稍纵即逝,如火中取栗。 在我出生的这个过程中,那个一等一的皇家工匠没有等到最好的烧制温度。 我身上的红不是正红,而偏灰黑,但生来不完美,不正如这世间万事,乃天地长树吗? 幸运的是,虽然我颜色有缺陷,但还是被保留了下来。 要知道,官瑶的品控非常严格,和我同期的兄弟姐妹,很多都是因为一点瑕疵被摔碎气质。 而我,因为成色尚可,得以保全性命,回顾我的出生,我只想说,我是一座不完美的纪念碑,但同时呢,也是一条完美的漏网之鱼。 我进宫后,恰逢安城公主大婚。 这安城公主呢,是皇上朱棣和徐皇后的掌上明珠,自幼知书达理,备受宠爱。 皇上为她挑选的夫君是战功赫赫的两代重臣宋虎,而她的父亲宋盛,在我们那个年代更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 宋盛早年间,跟随太祖出生入死,太祖称帝后,他继续南征北战,频繁外族叛乱。 公主嫁将子,不可不风光。 而我呢,带着与生俱来的皇家气派和吉祥寓意,被挑选为大婚之礼。 从皇宫到驸马府,我的日子差别倒是不大,尝到的都是绝品佳酿,见到的都是络绎不绝的锦衣御马,天子重臣。 朋友们,别忘了一句话,半君如半虎,好景难尝,宋虎就因不公之罪被弹劾了,绝位没有了,瞬间便宾客绝技,门可罗雀。 而我身上的遂寒三友,也成了公主驸马一家的慰藉,幻海漂流,免不了遭遇邪风恶雪。 这个时候,身边有爱,瓶中有酒,对月当歌,在满是缺陷的人间,不是一桩美事吗? 人生不如意,十有八九,不正是如我这身,红不够红吗? 断崖式的变故,消磨掉了宋虎所有的意志。 五年后,她病逝了,从那之后,我每天都在公主身边,看着公主慢慢老去的容颜,无声地记录着这些往事。 十几二十年后,安城公主病重,临终留下遗愿,请求与丈夫合葬。 因为公主地位尊贵,死后不葬入驸马祖营,但夫妻合葬,乃是古来有志的传统, 最终也被破例允许了,于是,安城公主和夫君宋虎得以团圆。 而我,明红武,幼里红,碎寒三有文梅平,也伴随着两位主人,安祥身眠地下五百多年。 人间有书石头记,女娲补田遗留下来的那一块石头,幻化为通灵宝玉,历经滚滚红尘,最终领悟三世情缘。 而我自觉比不上那通灵宝玉,但依然被造物宠爱,给予我万中无一的机会,化为不完美的幼里红。 有幸被世事牵引,在富贵削落中跌宕反复,见过万人之上,高贵显赫,也见过门庭冷落,人心不母。 但你如果要问我,什么最值得珍视,请你再看看我身上的松眉竹,迎一句,风尘两步月,松竹三亿友,能在逆境中磨利剑,在凌云处仍虚心。 夜色降临,游客散去,浮现在我眼前的,是安阳公主烫力生死相依,不离不弃。 此生能见证傲骨与深情,无所遗憾,在微寒的深夜里,我想的最多的是那一群把我制造出来的能工巧匠,在他们温暖灵巧的手中,我得以成行,上色,出世。 但是,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之一,并非王侯,也并非将相,无法在我身上留下性命。 然而,若不是他们高洁的性情,精湛的记忆和非凡的智慧,又怎能在平凡的劈胎上创造出奇迹。 在这样的时刻,我才深觉自己存在的意义,历史书上也许并没有他们的传记,但在我和我同伴身上,留存的是那个年代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和记忆。 这,就是中华民族,中华文化坚韧不灭的原因,穿越千年,永不褪色。 你,不想来看看吗? 关于我这一生,已经说的够多了,更多的见面再聊吧。 我们南京博物院,不见不散。